2018鹿港庆端阳鲁班公宴 6月16日至18日 在统一度假村鹿港文创会馆集会堂 展出超过500件知名工艺家作品 时报日上午举行巧胜仙师四点仪式 依传统习俗献上班门舞宝温馨感人 既是我们巧胜仙师 巧胜仙师可以说是我们所有工艺界的尊敬的一个神职 那我们除了说这个鲁班公宴这个活动以外 我们也安排了乐团合唱团跟舞团来做表演 这个活动我们也把它列为无形的文化资产的活动 我们要求这个主办单位能够把这个活动 能够继续把它保存下来 今年一度的鲁班公宴 就是到我们鹿港和去全国 一些这个工艺家的最好的作品 到这个统一会馆在这家的展出 鹿港鲁班公宴创办于民国85年 是一场结合传统工艺及宗教信仰的艺文活动 有传统工艺记忆的展现 更蕴含深厚的历史与文化 极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 这里的工艺都要做 以后继续继续成功 让我们大家一起去金匠 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我们以前用的水灶 就是兰桥水灶 毛巾就是武清牌的毛巾 我们普通就像那张青 就是我们以前洗衣服 乳丁都用张青 但是那张就是红枪去塑造 那张有一个碎的痕迹出来 所以整个搭配看起来就是很生活化 工艺作品《燕祖师》 是以传统民间信仰 燕神的跨的形式呈现 邀集来自全国各地工艺家作品 提供漆器、灯笼、木雕、锡雕等 各类精致细腻作品 共108作 以最传统精粹的工艺之美 展现给全国民众欣赏 工艺频道林俊明 陆港采访报导